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融頻道 今天是2021年4月25號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這個加德莉亞蘭 其實不只加德莉亞蘭 實物蘭都很類似 當它這個葉子如果出現黑斑變黃 有些朋友就會有疑慮 就會想要問 剛好我這邊有一片葉子黃黃的有黑黑的 我們就剛好來幫各位做個解釋 在解釋這個加德莉亞蘭之前 你先看一下我們這個環境 你看這上面這邊有黑沙網 黑沙網這邊這個位置 往這個方向 這邊這個方向 它是種蝴蝶蘭的 那蝴蝶蘭它不需要太強的陽光 所以它需要你要遮網 那剛好這個加德莉亞蘭 它是屬於 加德莉亞蘭跟蝴蝶蘭比 它又比較不太需要太多的水分 又需要再多一點點光照 所以呢 有時候我們在介紹這個環境的時候 就讓你稍微看一下 上面會有一些植物 這個是百香果 這是野生的百香果 這不是滿天心 滿天心影片連結方 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我老爸不信邪 就喜歡種那野生的 他會覺得滿天心的種子 種出來就是滿天心 我們現在就讓你看看 現在滿天心的種子長起來之後 你看長出來會不會變成滿天心 到時候我會再拍影片再拍給你看 介紹給你看 你覺得會嗎 笑話 我老爸很喜歡幹那種笑話的事情 跟他講都講不會聽 跟他說買苗比較快 就講不聽 一定要自己種 好 我們現在問題不是滿天心 我們是要看這個 這個加德莉亞蘭 這個加德莉亞蘭有點高 這個角度看得到嗎 OK啦 我調整一下位置 我們把距離拉近一點來看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葉子 你看它現在黃黃的 然後你再要轉過來看 你看上面是不是有黑斑 黑斑點點 很多黑點點 那有的朋友呢 花友呢 都看到的時候呢 他原本之前可能是 角栗子 他可能是這綠色的葉子 你看這綠色葉子後面有沒有黑斑 給大家看一下 也是黑斑點點 這個有可能是蟲害窯的啦 但上次這邊的 就有可能是之前被蟲藥 有些的花友就會說 這個有沒有問題 要不要把葉子切掉 根據我的觀察 加德莉亞蘭跟蝴蝶蘭 剛好有點差異性 如果是蝴蝶蘭 我會叫你切掉 加德莉亞蘭 就要看情況 你現在看這種情況 它現在正常的 正常的枯黃老化 如果 它如果假設這邊 你看這個枝條 正常的都是像這種枯黃色 核色 核色狀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這個金布 底下的金布 或者是上面的金布 如果它變成黑色的時候 麻煩你趕快把它剪掉 假設如果上面有黑掉一點點 你就剪到這裡 如果是底下金布發黑 你就從底下斷掉 跟其他的株 連結株把它斷掉 一定要趕快斷掉 你如果不斷掉的話 那黑色的通常都是 只要是發黑的 金布發黑的部分 通常都是會有連鎖感染的 也就是說 你如果假設這一株 橄欖黑掉 你如果不把它切割 斷開來的話 然後單株把它丟掉的話 它有可能會傳染到整株 每一株都會被橄欖 這是經驗啦 所以呢 我們通常碰到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解一下 像這種情況 如果它是 像你現在看到這種情況 它是自己 枯黃的 你看到這裡有黑一點點 它並沒有擴散擴散的跡象 這就不用太貪心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說 這個黑點 假設你上面有黑點 它一直擴散 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這片葉子 你發現這個黑點在這邊 它會一直擴散 擴散 這就比較嚴重 這個就需要切掉 這種情況要切掉 那像這種 有黑點 但它不會擴散 就不用擔心 頂多 日後就像這樣子 葉片會枯黃老化而已 頂多就是這樣子而已 不過這個加德莉亞藍來講 它比較不用擔心說 葉子受傷 變黑 它不像蝴蝶藍 蝴蝶藍就比較嚴重 它只要有一個小黑斑 它日後大概一年內 一兩年 最長頂多 大概不會撐過兩年 它的葉子就會掉落 你要知道這個蝴蝶藍葉子 它本身是可以維持很多年 四五年應該跑不掉 正常來講 一片葉子要維持四五年 如果你是維持到一兩年的話 就是算是技術差 不能說你有問題 只能說你技術差 技術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是跟各位介紹 當各位加德莉亞藍 或者是蝴蝶藍 有碰到這種類似問題的時候 告訴你大概是什麼情況 什麼問題 然後跟你講講解一下 讓你知道一下 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